大家好,主播侃侃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,是否已订阅本频道,且打开小铃铛。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,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OpenAI正着手升级其音讯人工智慧模型,为推出首款人工智慧驱动的个人硬体电子装置做准备。 据知情人士透露,该装置预计将以音讯交互为核心功能。 用户与语音版ChatGPT对话时,尽管聊天机器人可以语音应答,但支撑其音讯功能的大语言模型,与驱动ChatGPT文本交互的模型并非同一个。 公司研究人员认为,当前音讯模型在应答准确率和响应速度上均落后于文本模型。 为此,另有三位知情人士表示,过去两个月里,OpenAI已整合多个工程、产品和研究团队,全力攻坚音讯模型优化,以适配未来的硬体电子装置。 OpenAI正悄然布局硬体市场,其与前苹果设计大师乔纳斯·艾维·詹尼·艾维联合操刀的首款消费级AI硬体,代号Gumdrop的笔形电子装置,预计将于2026年底或2027年上市。 OpenAI将其定位为继MacBook和iPhone之后的第三大核心装置,试图通过硬体再提拓展AI应用边界。 Gumdrop采用笔状设计,尺寸接近苹果经典产品iPod Shuffle,小巧便携,可放入口袋或挂在脖子上。 电子装置无显示屏,主打零延迟交互体验,核心功能包括手写笔记转录、语音交互及上下文感知。 用户书写内容可实时数位化并上传至ChatGPT处理,例如课堂笔记自动生成四维导图,语音交互支持监听模式。 OpenAI正在开发全新音讯模型架构,以实现更自然的对话。 镜头与麦克风可捕捉环境资讯,提供个性化建议,如会议记录与关键人物辨识。 电子装置需连接智慧型手机或电脑获取运算能力,核心处理,依赖云端完成。 生产方面,OpenAI最初计划由中国供应商力讯精力负责制造,后因制造地点争议转而选择富士康,生产地可能设在越南或美国以规避地缘风险。 设计哲学上,OpenAI执行长山姆奥特曼强调,Gumdrop直在营造宁静氛围,与智慧型手机的资讯过载形成对比。 它比喻使用智慧型手机,如同穿行于纽约时代广场,而Gumdrop则向安坐于湖光山色间的小屋,具备长时程任务处理能力,仅在判定事项重要时提醒用户,甚至能洞悉用户所思、所读、所言。 此次合作源于2023年奥特曼与艾伟的秘密专案,旨在设计一款平静的AI电子装置。 艾伟曾主导苹果iMac、iPhone等标志性产品设计,2019年离开苹果后创办Lawfront设计公司。 2024年9月,Lawfront与OpenAI合作开发AI硬体。 2025年中期,OpenAI正式收购艾伟创立的Io Products,并将Lawfront纳入旗下,引导所有产品设计。 2025年11月,双方透露已敲定原型设计,发表时间定于两年内。 OpenAI与艾伟的合作被视为从纯AI研究转向生态构建的关键一步,但Gumdrop的推出仍是一场豪赌。 Gumdrop能否成为第三核心电子装置,取决于其能否超越智慧型手机延伸,成为独立且不可或缺的思考伴侣。 若成功跨越技术鸿沟,这款笔形电子装置或终结荧幕统治时代,若失败,则可能成为科技巨头探索硬体领域的右翼昂贵案例。 未来,市场或许最终将给出答案。 另据Reddit最新曝光的数据显示,苹果公司即将在今年上半年推出的M5MAX处理器的游戏效能将远超上一代的M4MAX, 并且还将超越挥达面向笔电的RTX5070Ti显示卡。 苹果此前的M5处理器的游戏效能表现已经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,其在电誉判客2077中,启用光线追踪后,帧率比M4高出了190%,因此外界也非常期待更为强大的M5MAX的游戏效能表现。 Reddit用户cheapability9453普光了苹果即将推出的M5MAX在电誉判客2077和刺客教条,暗影者这两款游戏解析度设置为1080p,最高画质上的表现。 并攻了与各种挥达桌机、笔电、GPU显示卡和苹果M4MAX可能是40和GPU的版本的对比。 不过,改Reddit用户表示,这些数据来自NotebookCheck,M5MAX的预估效能可能是根据苹果以往Mac处理器发表情况和每一代产品的效能提升情况进行估算的。 根据游戏测试结果,M5MAX在电誉判客2077中帧率比M4MAX高出47%,达到125fps。 而在刺客教条,暗影者中则达到51fps比M4MAX高出54.5%。 与辉达密相笔电RTX5070Ti显示卡相比,M5MAX略快,在电誉判客2077中,M5MAX仅比达RTX4070显示卡慢了一点点。 至于刺客教条,暗影者,辉达RTX5070Ti相较于M5MAX则略有优势。 需要指出的是,改Reddit用户并未透露测试环境及细节资讯,比如是否启用了苹果的MetalFX影像升级和真生成功能, 或者是否在这两款游戏中都启用了光线追踪以实现这种程度的帧率。 因为苹果在M4MAX上以120FPS运行电誉判客2077中级版的演示,如果启用路径追踪,这一演示将无法实现。 因此,需要采用某种形式的画面升级和真生成技术才能达到这一效能水平。 总体来看,关于M5MAX的硬体规格,目前虽然并不十分清楚,但有爆料显示,M5MAX将会保留与M4MAX相同数量的CPU内核, 但架构可能会进一步升级,并且可能会集成更多的,GPU内核可能将超过40核GPU,以进一步提升游戏效能。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感谢你的观看,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。 侃侃而谈,扩论有余。 最后,请一点赞,订阅。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。 谢谢。